哈囉 大家好 好 一定時間了 嗚呼 今天這有關係 你還有愛姨的 他繼續這樣反過 這個事情 嗯 有啊 他就是超自責啊 不是還開直播喔 就是很傷心 這也是我覺得 公眾人物犯錯的很奢侈 徐佳穎透露一迫是 整到自己心疼愛姨的樣子 我會在意到爆 沒有關係 我喜歡我們的不激情 偶爾多愁傷感也可以 溫柔碰著愛的主心 歌后徐佳穎日前才拿下 金曲最佳作曲人獎 睽違四年多 終於就要來小巨蛋開演唱會啦 其實也是想說 趁這個機會 好好的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 你知道就是這樣講 其實又不想 然後一直強調自己是媽媽 可是事實 我現在的生活確實是 應該說過去這兩三年的生活 確實是 是這樣子沒錯 但就覺得 趁這次這個演唱會 結果我想把 這幾個月 把重心全部拉回來 當一個 歌手 表演者 讓自己可以在裡面是 享受的 讓 讓一直支持我的歌迷朋友 一看到我 欸我回來了 遺鄉樂觀的他竟然在臉書抱怨 很多看似沒什麼好值得拿出來說的破事 也許說出來就沒事了 還關心好友愛怡良頒錯獎的小烏龍 好那個就是 我在講那個鞋子啦 就我下面留言有回說 我真的只能穿這款鞋了 大家不要再叫我要換鞋什麼 他們覺得我看我穿這雙鞋 這種款式的鞋好像看很久了 然後其實就沒什麼大不了的事 只是我就想說 欸 就是有時候稍微來一點小小的抱怨 其實有點抱怨這件事情 對我現在來說是很奢侈的 尤其是公開的 尤其有點去講說一些自己的 小負面情緒啊 其實非常奢侈 也可以這麼說 結果沒想到假老 整到自己 有啊他就是超自責啊 不是還開直播 我出的很傷心 這也是我覺得公眾人物犯錯 真的很奢侈 他必須要花好大好大好大的 心力去彌補這個錯誤 對啊 那時候是當下是心疼啦 但是我覺得 叫他不要在意也不可能 因為如果是我 我一定也會在意到爆 就會影響很多事情啊 對誰誰誰不好意思 可能以後 大家對我的觀感會怎麼樣 其實就會連鎖想到很多事情 可能搞不好他 他接下來幾次上台他都沒有自信 那個影響是很大的我知道 所以就是讓他自己沈澱一下 然後時間過了他就會慢慢平復 期待金曲歌後 在今年冬天帶給我們的驚喜啦 應該也那也不是很傷心 嗨 大家好 我是五通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 歐巴桑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浩角翔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滿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演下一道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